尊敬的 我們雪梨 金鐘學會 我們的證據是徐飛 尊敬的 這位同修 這位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 借大家 這個 共修的時間 來跟大家 也借這個姻緣 來跟大家互相鼓勵 今天 也是我們佛教的中原 在這個一般我們雪梨都會辦佛妻啊 幾般這個三十七年啊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因緣沒有拒絕 聽說我滿雪梨這個封城已經兩個月了 疫情有沒有改善呢 不但沒有改善 天天的增加 甚至於師父有時候要出去丟垃圾 都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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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明啊這個疫情傳得很嚴重 有一次 有一次師父要丟垃圾的時候啊 就是要把這個垃圾桶 因為政府要來收嘛 對面的人看到我戴口罩都像了 笑我戴口罩只是丟個垃圾而已啊 人家為什麼要戴口罩 規矩就是規矩嘛 今天為什麼全世界這個疫情 沒辦法控制下來 因為人不守規矩 不聽話嘛 一個國家如果人民不聽話 不守規矩 這個國家不是要玩了嗎 一個家庭不守家規 這個家庭不是要玩了嗎 一個道場也是一樣 沒有規矩 這個道場不是會亂掉的 它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尊敬的這些同修大德 今天呢 我就借這個音樂來跟大家講講話 現在這個社會啊 很不安定 很難教 為什麼呢 因為人人都不聽話了 所以今天我們學佛 念佛也是一樣 為什麼有一些人念佛會得力 為什麼念佛有一些人不能得力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關鍵不是在外脫 關鍵不是在外脫 關鍵在你自己本身 關鍵在你自己本身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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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在我們自己本身 今天我們在日常生活 處事待人接受 遇到一些逆境 可能人家來批評我們 毀謹我們 甚至於來傷害 用一些 態度 不吉祥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 今天如果你能夠有修養 你能夠有修行 外面的這些境界不會被來干擾你的 而且你能夠用你的修養來轉這個境界 把這個煩惱成腹體 所以修行最主要的佛法 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2500年前 這個佛法最主要不是對外的 是對內 對我們自己 阿彌陀佛 釋迦牟尼佛在這部無量所經 而所說的一切法 也不是對外 是對我們自己 這個我們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任何 什麼樣的境界 最主要的不是在外頭 在我們自己本身 有沒有真正去修行 真正修行的人 什麼樣的境界對他來講 都是一種考驗 就是提升自己的境界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像師父有認識一個居士 有一位夫人 已經十幾年了 她有一天呢 我看到她被一個 很 就是說有一個人來對她 來罵她 批評她 侮辱她 甚至用一些很傷的 一些語言 來講她 我親眼看到的 我問這位居士 我問這位夫人 我問這位夫人 你會不會恨她呢 那今天如果我們遇到這種的情形 你會不會恨她呢 講實話 人家要罵你 人家要批評你 講話講得很難聽 正氣來傷害你 你不會難過 你會不會傷心 你不會恨她 如果你會恨她 說明你的念佛功夫不得理了 但是這位夫人 我問她的時候呢 這個是事實 我跟大家來分享 因為這個我們 借這個功修的時間 半個鐘頭來跟大家 互相鼓勵 這位夫人呢 她跟我講了一句話 她說師父啊 我不但不恨她 我要感恩她 為什麼呢 她來成就我 她來成就我的人 如果今天我來報福 我來罵她 來傷害她 那我跟她有什麼區別呢 我有跟她有什麼兩樣 我們學佛的人不是這個樣的 學佛的人最主要是講什麼 講修行 你有沒有真修行 你沒有真念佛 你沒有真念佛 這句名號容易啊 不用去背她 你能夠順口唸出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沒有真念 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會修行 不會修行的人 每天都被這個境界而鎖 會修行的人 每天都轉境界的 這個就是區別 這個是我親眼看到 因為我認識這位夫人 已經十幾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這一生出家二十幾年 沒有看過 有這樣的人 包括出家人 我唯獨看到一位 他有這種的修為 說明什麼 說明他懂得佛法 他已經聽懂 釋迦摩尼佛2500年所說的法 他聽懂了 我們有沒有聽懂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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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 只有真正的修行 你才能够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而已 修点福报而已 真真了生死 我们已经没办法达到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聚会一起来念佛 最主要是什么? 今天不是告诉我们吗?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目的最大的就是要往生西方净土 首先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你能够标准 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往生西方净土 才有你的分 不然的话 没得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修点福报 真正了生死 只有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这个功德要从哪里修? 从自己 所以我们要多磨练 去磨练心 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名后 就是磨练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谁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 磨练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你的心像水一样 我们不是要供一杯水吗? 水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清净心 平等心 你要跟这个水一样 天天培养你的清净心 我今天念佛 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幸福 因为清净心才能够带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因为清净心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的 只要你还有一丝毫对世间的留恋的执着 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都是修福报而已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很佩服 我很赞叹这位居士 他真的已经听懂了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法 他已经听懂 我们现在每天读经有没有听懂 不知道 我们天天念佛有没有听懂 我也不知道 就是互相鼓励的 互相鼓励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不是对外 是对我们自己 怎么样来培养自己的得恨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讲讲话 好吗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没办法聚会 有一段时间也没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共修 借这个网络 这个因缘 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话 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正宗给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提题目 这个题目 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深信净土 事实不退 这个深信最主要是讲真信 这个信有假有真的 真信 你又真信 事实不退 是讲真怨 你有切怨 就是你要有利行 有利行 你才懂得去努力修行 念佛才能够达到目的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今天我念佛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能够分享 把你们的心想出来 我今天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两生地图 要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我念佛我要求福报 我要念佛求平安 我今天念佛我要求发财 很多人这样有想法 所以首先必须要把目标 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念佛就容易精进 不容易懈怠 这个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 好像前两天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问师父 我为什么念佛 进的 退的多呢 我说很正常吗 不但你自己有这种的现象 师父也是也有 有时候我们会退步的 那你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的现象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懒散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很退步 都有这种的现象 那很正常 不用挤 你看释迦牟尼佛 你看阿弥陀佛 法杖比丘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没有一方的风水 他也是经过很多磨难 很多挫折 但是他的心只有一个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众生 帮助死方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因为他的这个志向 才有今天西方几个世界 才会有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后功德不可思议的 因为这个志向让他 勇猛尽尽的 但是他也不是一帆风水 那释迦牟尽 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 释迦牟尼佛经过很多的磨难 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量 才会有今天事件在印度成佛 他也不是一方风水 你看我们净土中的这些祖师大德也是一样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挫折 经过很多的磨念 才有今天成为我们的祖师大德 所以我们不用退心 没关系很正常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这个样的 没有一个好的善自私 没有一个统参道友 没有一个好环境 让我们一起能够互相鼓励 互相努力 互相修行 互相静静自己 互相提醒自己 很正常 但是关键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如何这个环境 我的目标就是要了生死 所以我们反复 为什么每天要念佛 每天要读经 每天要听经 没有别的 你看无量寿经 在第37品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你在这个环境修行一天同就 超过无量寿俄为三百岁 一百年 说明这个环境不容易修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键 就是要事实不退 你要真愿 你要切愿 有切愿你才能够立行 有立行才能够懂得去修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会统修大德 人生无常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净土无比殊胜的法门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五量节以来 我们所修学的福报 上根福德 已经很深厚 所以这一生又遇到 那这一生遇到我们怎么样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失去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很苦的 连我自己这么年轻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了解这个道理吧 你看哪一个世间在这个世上 真正是属于是我们的是哪一个 没有的 不要说外面的身外之物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也不是我们的 你在执着什么呢 跪着做什么 该放下的放下 我们一定要懂得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你把这个目标搞清楚 你就懂得去努力了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只是修福报 修福德 增加的福德 消业障 消除一些我们所讲的忏悔业障这些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没什么特色 这个法门没什么特色 因为你要修这样福报 消灾 免难 增加你这个福德 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你可以念文书斯利菩萨 你可以念普玄菩萨 没什么特色 但是如果今天以了生死这个角色来看 这个角度来看 那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那了生死 用什么方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生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 先跟大家分享 有两条路 你可以选择 看大家的能力 看大家的上本 说实在 今天 真正要 教导众生 要生死不容易了 真的很难 像前几天 我会有一个护法 我为他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师父啊 西方极乐世界固然是好 但是我这个环境也不错啊 儿女孝顺啊 太太有这么好 哎呀 舍不得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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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难啊 现在真的很难 所以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啊 断货 就是把你的烦恼断货了 破来正果 破来正果 这个断货政府啊 就是以禅宗里面啊 我们所讲的就是 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等于就是破了 无名 这个破无名啊 见法身 我们讲的法身大士的身份 所谓的 打破了我们五量节以来的 这些无名 这些烦恼 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尊敬的 不要说 敏心见性大策大悟 你这一生不退转已经算不错了 你这一生不迷惑 不颠倒 而不造业已经阿弥陀佛了 你能够敏心见性行吗 很难啊 你们听懂我的话吗 敏心见性大策大悟很难 我们不是上上根之人 我们是属于下下根的 我们没办法 没有这个机会 也使今来不及了 哦 师父用一个比喻了 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下面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大成佛法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就是要至少要断三界 八十八品见火断尽了 你才能够有机会处理三界 了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八十八品烦恼见火你断尽了 你真的处理流道轮回 处理三界了 行吗 八十八品见火断尽了 不可能啊 太难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五亮节以来 走了这么一条冤枉的路 成佛以后才为我们介绍 告诉我们不要走他老人家的一个歪路 旧的路 所以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我们 是什么呢 第二个 给大家看 下面的那一章 第二个就是求生净土 就是今天我们念佛的 但是啊 尊敬的 作为统修大德 求生净土 它有一个原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今天我们念佛的 后面就是讲的 这四个字刚才说面的 是什么呢 事实不退 只要你有这种能耐 只要你有这种坚定的意志 像法杖比丘 无论 无论他在这个修行当中 他没有一范的风顺 虽然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的志向 他的意志 你看哦 他的意志哦 坚固不退 我给大家看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坚固不退 那种心态 像法杖比丘 那往生就易如反掌 所谓的万修万修 只要你有这样的意志 你相信自己 你一定要相信我会成就 我会像阿弥陀佛 我会像祖师大德那样 将来我必须会成就的 没有一件事能够来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 妨碍我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能力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你要相信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干扰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障碍我们的 但是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张 如果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像这一类人很多 很多人念佛念得很好 而且从念佛得定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愿力往生西方起的世界那种力道不够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生事 真的 今天你念佛念得多好 哪怕是从这个念佛你能够功夫非常的不错 但是往生西方起的世界那种力道不够 不过那个愿力不是切愿的话 你念佛没办法往生 像刚才我讲的 我为一位居士讲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为他介绍 但是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这个环境也不错啊师傅 没办法呀 你还执着这个环境也没办法 所以往生关键不是在别人 在你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放下 而这个放下 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放下 很多人呢 就是束缚这一点 很难啊 真的很难 所以呢 这个世事不退啊 就是我们了生事的关键 这个我们道理一定要知道 那关键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那我们看下面那一章 最后的一章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劝导我们 既然要念佛了 那要用功了生事 我们要发决定的心 没有任何疑虑 怀疑 事实不对 身心净土 要发这个愿 我们只要一句阿弥陀佛 老实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求神通 也不求保应 也不求感应 到时候 你就自然有道俱成了 这个道理我们 首先必须要知道 那要怎么样能够 深信净土 事实不对呢 要如何真信 雀怨然后立行 而修行得到 我们达到的目标呢 而我们念佛的目标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刚才已经大家为大家说明 那要如何来事实不对 如何深信净土 这个事情 我们就留下下个星期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虽然这个疫情也不是很稳定 我们用我们的真心 用我们的真实心 来供养化解这个疫情 能够早日化解 最终要佛法里面讲的 尽心尽力功德就是圆满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有缘 我们再聚会一处 在我们的雪梨 金钟学会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有这么好的一个道场 那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做生死信念 一起来八观再戒 一起来受戒 一起来打佛期 祝大家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